看完歌王而新歌的新曲歌后 戴佩妮她在庆功宴上呢 是大方的跟男友玩亲亲 她还透露说已经跟男朋友有共识 他们要携手走完下半辈子了 而这么闪光的宣言呢 也让昨晚的庆功宴现场 多了一些浪漫的氛围 我要谢谢我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老公现身庆功宴现场 要给未来的老婆最棒的惊喜 三点加上亲一下 感谢男朋友到场祝福 在一起五年了 对 就成为老公的几率很大 每次大家问到都会说快乐快乐 是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安排 那今年休息时确实我们有计划要注册 但会不会婚礼还是什么 我想我们两个个性比较低调 所以不太那个 所以刚才那个其实不算是宣布结婚 得奖的是 代佩妮 从事丸 双喜临门的代佩妮 在进去讲这晚拿下两项大奖 包括专辑制作人和最佳国语女歌手 虽然是替师妹刘思涵制作的专辑 但是一想到自己可以坐上割后宝座 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今天真的扳给我真的会觉得说 这是真的吗 就觉得好像有点太多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直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来自马来西亚的代佩妮入围四次女歌手 这次总算获得评审青睐成功赌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